你不散戴我们苦苦啊 你不散戴我们苦苦啊 你不良心啊 会门间还给我 一见到李文老公Bruce现身火葬场 粉丝气炸立刻回上前 宣泄不满情绪 说了句非常爱李文 Bruce随即就在保镖的护送下 转身回到车上 你不愿意去把走 爆敲车窗 标骂Bruce粉丝群体的怒气 升到最高点 还有人挡在车前 场面相当混乱 勾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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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粉丝情绪激动 都想为李文讨公道 至于前晚在追思会 爆呼又大骂 她害了我妹妹的李文二姐 结束除醉酒后 也再度被问到这件事 二姐刚刚看到的路子吗 没有 没有看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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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小心啊 吃过饭没有 吃过饭没有啊各位 不要 就算被大批媒体包围 但李文二姐 还是时刻 关心大家 对于李文的骤然离世 任谁都很不舍 太沉重了 就看到自己的偶像 躺在那边 其实不太能 还是不太能接受这个现实 昨天下午三 三点多吧 三点多就来了 就最后一程了 对 喜欢她二十三年了 累送偶像最后一程 送别的每一个时刻 现场所有人 都被悲伤情绪淹没 不舍一袋巨星 就这样离开 赞索离静庭光生育 相对